你覺得自己最好玩和最享受的 我覺得如果要用一些字或形容詞 形容善恨的同學的話 我覺得同行者這三個字 適合形容我入了大學之後 身邊的善恨同學 一群你自己和自己自同道合的莊園 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透過我們一群人一起去通宵想 或者是不斷開會去談 其實就可以去做到很多 我們本身覺得不可能完成到的事 我覺得這個時刻 就是我自己覺得最好玩和最享受的 我叫Peggy 我是線行書院的一年級生 我讀中文系 我覺得上莊最好玩是 和莊園一起努力去完成一件事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八個人 本身都不太懂得對方 我們透過一些傾莊的活動 才知道對方叫什麼名字 他們平時在讀什麼 在做什麼 但我沒想過的就是原來 當八個人不同能力 或者不同擅長的 擺在一起 一起去做事 一起去玩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發揮到 我們自己不同方面的技能 去做好不同的莊務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之特別 是我自己意想不到的 一個這麼神奇的融合 我自己作為新生都很幸運在疫情時 都很早就可以進來書院去體驗一下 好像跟以前的EO1一樣的宿舍生活 我自己覺得充實的地方在於 雖然我們現在是單人房 沒有以前可以跟Ru-Mai一起聊天 一起工作 但其實你只要打開你的門 走到普通的地方 你會見到很多你自己的朋友 甚至是你走到幾層 又可以參加到不同的聚會 下來數房又可以聊天 其實我的宿舍生活 其實比很多人來說 都是比較充實的 因為疫情所限 很多活動都未能預期舉行 但CGD Cam 都很努力地在2月舉行 我就覺得身身不可以錯過這些活動 去認識朋友 我就報名了 因為我記得當時 Joba帶著我們幾個組員 來到線草那邊的位置 我們去到的時候 比較難忘的是 他會播一首歌 叫我們去反思一下 自己今天的表現 或者跟同學之間的互動 他會給我們一些時間 我們在白紙上畫一些 我們對於自己的印象 我們一直以來的成長 還有我們將來 我們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那時候 就有一個氣氛的驅視 我們就畫了很多關於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那晚真的很難忘的原因 是因為 我第一次是跟我大學的同學 去說一些關於自己的故事 跟其他同學 突然大家本身不太熟悉的時候 但可能透過這個夜晚 大家就了解了很多關於對方的所有事情 關於對方的過去 以及對方的未來 除了我自己釋放了很多心裡的壓力 我也了解了很多同學 他們本身的成長故事 我覺得每個故事都很值得我去細心聆聽 以及去記得他們說過的東西 我覺得這一晚對我來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跟其他書院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我們是一個別宿的書院 很多時候我們的相處都是連在一起的 基本上是 無論在我自己做職業很累的時候 或者是結尾很搶的時候 或者是我平時純粹很悶 想找人聊天的時候 可以在我身邊即時給予我想要的東西 以及我亦可以陪伴他們 我覺得我的人生 尤其是我還在摸索自己未來的階段 這些同行者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以及會陪伴我一直成長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大學的定義 就是如何為精彩 我自己覺得精彩的定義就是在於充實 你找到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你自己在自己的學術方面有所成就 以及在自己的社會方面有享受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精彩的大學生活 對於即將入學的時候 其實可以不妨利用一些時間去想想 自己的興趣是甚麼 自己的專長 甚至自己的目標是甚麼 其實這個是非常之 有利於你入到大學的時候 去找你自己的一個天空 第二件事就是 很多人會在你意想不到 或者你特別有危難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可以幫到你手 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我覺得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即將入學的同學 就希望你們入到大學的時候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圈子 以及找到自己的目標 好,再見吧 .." 感覺不上一次 .. 天